流感又来了吗? 日前在太原计训所通报机构内疑似泪流感群聚事件 经过调查,当天有16名的座型人出现了泪流感症状 而卫生局也立即请东河乡卫生所田医师协助检体裁检事宜 并且办理疫情的调查 里面的同学大部分感染的症状就是一些呼吸道的感染症状 譬如说有些咳嗽、喉咙痛、流鼻水 那有部分的发烧跟肌肉酸痛部分 那现在后续的主题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已经有 前天已经有采那个病毒的那个咽喉失职 那报告也出来了 那现在都是有做投药的部分 那是在一般民众来说对流感 如果要认识流感的话 大概会出现症状的哪些? 其实现在流感的部分有A型跟B型的流感 那不管是哪一个型别 不是说得到那有的病人到医院去看病 那他医生可能会帮他做快晒 那快晒的部分出来的时候它是阳性 那阳性的话大部分都是A型的病毒 今年流行的部分 那不代表就是H1N1 好,这部分先跟民众做一个理清 那你确定是有阳性的话 就是大部分是A型流感 好,那A型流感的症状大部分就是有上呼吸道的感染 比如说刚刚有讲的就是咳嗽 流鼻水,喉咙痛 也呼吁大家如果有出现类似症状 请不要恐慌 只要进宿就医 就可以恢复身体的健康状况 记者,正会报导 字幕志愿护 race 信息